如果你关注美国房地产 你一定会知道 用ILC来持有你在美国的出租房有多么重要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呢 如果我已经有了房产 这个房产是我个人名下的 现在我想要把它转到ILC名下 会有什么问题吗 真的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也有相应的办法来规避这些问题 今天我们来聊一条相关的话题 大家好我是黄永明 我在美国休斯顿向您问好 我在之前的很多视频当中提到过 你在美国持有出租房的时候 最好用ILC来持有 而不是你个人来持有 为什么呢 就在于ILC呢它能更好地保护你的财产 尤其是当你遇到一些诉讼的情况下 那么有的朋友就会说 如果我以前已经有房产了 这个房产是我自己名下的 现在我要把它转到ILC名下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还真的有可能有问题 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时间 是刚好你遇到美国的利率比较低 贷款利率比较低的情况下 你贷款在美国买了房 两年以后 你想要把这个房子转到你的ILC的名下 好 那对于银行来讲 他怎么看这个问题 他看到你这个房产过户了 因为我们讲 ILC虽然是你的 但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entity 就是你是你 ILC是ILC 你把你的房产过户给ILC 那它就是一个过户 那在银行看来 这个房产的业主就发生了变化 尤其是如果两年以后 美国的贷款利率上升了 这个时候银行会怎么想呢 它就会找着一个很好的借口 让你做refinance 我们讲叫再融资 也就是让你重新去做你的这个房屋贷款 因为那个时候利率更高了呀 那么对银行来讲 你重新做 它就能拿到更多的利息 它所以说是很有动力来行使 它在合同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权利的 叫做due on sale 因为你卖了这个房产 所以呢你的这个贷款现在就due了 你应该还清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需要去做一个refinance 它会逼你做这个事情 对于你来讲 你肯定想要去享受现在的这个低利率 而不是去拿一个更高的利率 那怎么去回避这个问题呢 有很巧妙的方法 就是你不要把你的这个房产呢 直接的过户给ILC 你做一个land trust 这个概念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叫做土地信托 土地信托简单来讲呢 它涉及到三方 一个trustor 一个trustee 一个beneficiary 那么对于你来讲呢 你既是那个trustee 受托人 又是那个beneficiary 受益人 那作为受益人来讲呢 你呢就把你的 在这个房 在这个trust当中的interest 你在这个信托当中的利益呢 放到一个ILC当中 因为你在办这个过户的时候 你把你的房产 从个人名下 过户给这个信托的时候 他要去政府那边登记 那么登记了之后 我们在公开信息上 看到的业主的姓名 就变成了某某某trustee 那在银行看来呢 你这个房产过户了 但是呢 它不会引起银行的警觉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一种做法 在美国很普遍 它一般是用来 做遗产规划的 它可能认为 你是做了一个生前信托 好 很正常 对于银行来讲 这个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好 它没有理由 来让你去做refinance 那接下来的事情 就是你从这个信托当中 把你的利益 放到了一个ILC当中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是私下进行的 是private 它不在任何的政府部门登记 不是公开信息 所以银行是无从知道的 那么如此一来呢 你就从雷达下面飞过去了 银行不会引起警觉 它不会觉得说 你现在把你这个房产卖了 转到ILC下面了 我有一个很好的借口 让你去做refinance 让你拿一个更高的利率 它不会这么做了 那相关的话题呢 还有很多 我们在这个短的时间当中 没有办法分享 因为除了说把Lentrust和ILC 这个合并在一起 综合运用 有了刚才咱们说的 这样子的效果 这样的优点之外 它有其他很好的优点 这些呢 我都会在我的智智星球 绝今美国更多的 来跟大家分享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谢谢各位 再见